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张华线支票 抬头请写 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 由机支普罗政治学院 并著名购买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 謝二峰 宋景辉 钱建榮 张三 好了 刚才看到宋景辰的美女流口水 鏡頭上我们用口水 用照片擦掉 刮掉 整桌都是口水 真是美女 外景队出发 但谢二峰本来 这位置就跟我争 哈哈 但是没人说 我外于家庭老虎 跟女生聊天 就免得隐忍你 我将这个位置 便拱手相容 我免得隐忍你家贬 因为人家女 除了大家看美女之外,其實訪問內容都很重要 大家聽了之後… 我聽不到的意思 你有看過,不過… 不可以現場,我做監製嘛,大哥 大家看了之後,有什麼疑問 在電腦留言,或者直接在我的Facebook留言給我都行 因為有些朋友… 早一個月之前,我也跟大家說我們有這個特輯 我們要做這個特輯 其實做這個特輯,也要滿足網友的朋友 即是Whatsapp,問我們這個問題 這件事,我們要多謝689 689在這幾年裏面,將香港的移民數字 就一直推高 他是幫助這些中小企的移民公司 一直推高 不單止移民… 促進就業 我們就說移居台灣 一般叫做移民 不單止移居,移民台灣的數字上升之外 移民去其他,即是歐美、澳洲 都很多 即是689都值得獲獎的 所以這個特輯,大家就細心去聽 當然,如果你有移民的話 PM 對呀,PM 對呀,PM我們 總之,我們到時就找專家回答你們 沒錯,這個特輯 這個特輯就差不多拍了一個小時 今天就播了15分鐘 下個星期我們要播15分鐘 我們下個星期就會播30分鐘 即是兩集一起播完 在過年之前 對呀,過年之前播完 到過年之後 我們聯絡 看看可不可以有一個現場版 對呀,都不好了 現場版不好了 我們到時就 看看吧 如果到時董事長來到 大家有興趣做一個現場版 那就現場版了 到時再決定 我們前准博士就說要講一下咖喱 我對咖喱沒有什麼研究 我知道有什麼黃咖喱 有些綠咖喱 有些是辣 有些是不辣 有些是香 有些是落爵 有些是不落爵 其實我不認識的 我去餐廳做過什麼咖喱 牛腩飯 其實這間和那間我吃下去差不多 那些人吃下去就說這間好些 那間好些 我就不認識的 今晚節目開始到現在 我們都未交代 為何章三今晚不出席 章三就是什麼 跟小學同學 不是 這個次要 次要目的 首要目的就是 前卿今晚講咖喱 為何前卿不預定 做了一鍋上來 做了一鍋上來 不是 就是因為他今晚沒有現場 有一鍋咖喱 所以他又不來 發腐氣 自己出去找咖喱吃 還有一班小學同學 章三 即是勸你了 吃咖喱就好了 不要留下咖喱人 哈哈哈哈 找時間再和大家吃 我還包一個秘密給大家聽 章三今天 約了三十年前的小學同學 就回到摩士公園 大家想想三十年前的摩士公園 去看那個環境 還要晚上去 下個星期張三回來做節目的時候審 留下些什麼 我們給錢准博士講一講咖喱 你懂一條毛嗎 你講吧 首先要講兩句 為何要講這個題目 其實這個題目 就是回應上一次 上一次講魚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在香港 作為美食天堂 美食節目也很多 但我們怎樣可以將那個 在這個生活上面 拿到一些歷史上 歷史的一些 趣味的話題 其中吃就是很重要的 我們剛才提到咖喱 我們剛才提到咖喱這件事 提到上一節講台灣移民 其實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為何台灣的菜譜裡面 是沒有咖喱這件事 或者不是一個主要的食品 就是像香港這樣用咖喱招來客人 其實這個是跟他那個 每個地方的人 是很有關係的 等於我們上一次講那個 族群的關係 在香港其實 吃咖喱現在是很普遍的 也都好像謝兄說 很多不同類型的 流不流不流不種種的咖喱 其實我們又要看回 咖喱本身這個字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看回看 其實咖喱在每個 這個字本身是不同字去演繹出來的 C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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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C-U-R-R-Y這個字 其實不是原字來的 不是原字來的 其實有些字 都是讀Curry 但是都是K字頭 如果有些材料顯示 其實南印度去提到的咖喱 跟北印度提到的咖喱 其實是不一樣的 印度本身的咖喱 跟英國傳過來的咖喱 也都不一樣 很簡單的 如果大家在香港吃過咖喱 咖喱牛腩飯 你會發覺 香港的咖喱汁 其實是比較水一點 是汁來的 就是如果去印度 就是今時今日 去印度那些食府 去吃咖喱 其實是稠一點 是稠一點 是稠一點 而且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粒粒的 那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 咖喱本身的一些重要成分 就是叫做香料 現在我們在說的 在北印度一帶 在說的咖喱 都是在說香料 但是如果說南印度 有部分的地方 它說的咖喱的定義 就是有肉的一些食品 所以其實不同地方 是有不同的演繹 好了 但是這麼多地方 有不同的演繹 這個正好反映出 其實在英國人去印度之前 其實印度是一個成邦臨立的地方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講的 印度是一個國家名 但是其實在以前來講 在英國人去之前 其實是一個地區的名字 有些書 甚至稱呼那段時間 叫做次大陸 英文叫做十 好了 咖喱這件事 我們講回正題 咖喱 其實印度的咖喱 基本上是受很多不同地方的文化影響 其中一個文化 大家可能不太留意 其實印度是受中東的波斯影響很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在印度的近代的發展過程裡面 其實在八世紀開始 八世紀、九世紀開始 就已經有不少的中東 中東的一些國家 或者是一些民族 去印度去建立它的政權 或者去入侵它這個地方 去建立一些政權 好了 去到十四世紀、十五世紀開始 伊斯蘭的影響力慢慢消退的時候 就有另一個比較大的帝國 叫做 有些文章叫做 《穆勒而帝國》 或者叫做《鐵穆而帝國》 那個是直接影響印度的整體發展 好了 去到十八世紀的時候 就外國人來了 當然 如果說外國人去印度 其實十七世紀、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已經有了 但真正正去 對印度進行一個管治 就到了十八世紀 就是英屬東印度公司 就開始了在印度的管治 如果說到東印度公司 其實有很多故事講的 這裡簡單講一句 東印度公司 除了是一間貿易公司之外 還有自己管身的軍隊 也有自己管身的行政系統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句要找時間再講 因為很長時間 未必這裡過一次 好了 我們講一點 印度的影響 其實 波斯和印度之間 那個食品的交流 其實是很頻繁的 我這裡插一句 印度我去過 但是還是去北印度 北印度那些 我們一般覺得 印度的樣子是很黑的 很瘦的 樣子是很黑咕勒的 鼻子也很扁 很高的 這個就是南方的 北方的 北印度是很漂亮的 五官是很清的 五官分明 其實那些是受波斯來的人 混血之後 是那種種 明教 而且那些 你也說得對 其實有一批叫做牽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牽教在香港 他們是很厲害的人 這班就是波斯 逃避波斯的追殺 因為波斯後來 他們成為了伊斯蘭教 他們在中東 其實這班民族是中東 逃避伊斯蘭教 逃避伊斯蘭教 逃避印度 在印度 然後落直於孟邁 然後在孟邁的地方 跟從英國人來到香港 香港人有一段時間 他做了很大的貿易生意 這個我們譯做什麼呢 就叫做巴斯人 我已經聽過了 他有一個墳場 巴斯人的墳場就在帕馬地 但是很多時候 巴斯人那時候 不是搞得很清楚 因為他印度過來 就當印度人 其實不是的 是巴斯人來的 這班人很厲害 人數很少 掌握的財富多 掌握財富很多 很多做生意的 他們就是拜火教 就去牽教 牽教 有一個教堂 但是你和我都進不去 就在銅鑼灣 就是補糧局隊出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天證碼頭的logo 也都可以見到的 好了 不說那麼遠了 波斯影響 咖喱什麼呢 其實很多香料 都是從波斯引入去印度 你會說 喂 以斯蘭教 就很要求 就是說 宗教一統 為什麼會 它影響著 統治北印度的時候 印度仍然是有保留自己的傳統呢 原來 去波 由波斯 去印度那班人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突厥的後人 這班突厥人 他就想佔領印度 但是呢 他又沒有能力 於是就借著波斯那些軍隊 去印度 厲害 威風 建立了一個政權 在歷史上叫德里蘇丹 在北邊德里的地方 那跟咖喱有什麼關係 有 就因為 他將中東的食法 和中東的香料 就帶到北印度 於是北印度 那個咖喱的香料 基本上都是受到波斯影響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個香料 印度的香料 就透過波斯這個 所謂貿易的通道 就向其他地方 進行發放 售賣 於是 就引起了葡萄牙人 就走過來 葡萄牙人走過來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對咖喱 不要說政治 就是什麼呢 你知道咖喱會辣 是 葡萄牙人來之前的咖喱 是用胡椒的 辣的地方 是胡椒 但是葡萄牙人來 來到果亞的地方 開始 並且在印度沿岸 就成立了一些貿易堡壘 就帶來什麼呢 就是帶來辣椒 紅色的辣椒 所以 辣椒也是泊來品來的 那時候的泊來品 在哪裡過來的呢 就在中美洲 所以有些人說 Chili這個字 其實沒有了Y 這是墨西哥的名字 墨西哥地方的名字 辣椒就來自那裡 是的 沒錯 所以他來到之後 將咖喱的成分裏面 除了黑胡椒 是完全取代了 所以現在我們吃到咖喱 你會看到 有些餐牌在上面 做一個小辣椒的 那種是對的 也是這樣 即是真正的咖喱 是真的要辣的 其實呢 其中一個調味料是辣的 也是需要辣的 好了 你說不辣的呢 有沒有的呢 是有 現在很多食物都不辣了 但是這個呢 就是要靠英國人了 這個 我問一些題外話 以前我們在餐廳吃呢 除了咖喱雞飯之外 還有一個葡國雞飯 類似咖喱那樣的 但是它又不咖喱 又不辣的 這就不辣了 就是由這個印度的咖喱 變種出來的 葡萄牙人 就將它再演變了 是的 葡萄牙人將它演變 還有時間不多 講很多歷史 我也想問一下 你剛才一直都強調 就是印度咖喱 印度 印度 我都去過 印度餐廳 吃的咖喱 有不同的 是的 沒錯 香料總會 就叫咖喱 那我去馬拉 去馬拉 去馬拉 印尼 又不同的 這些咖喱的整法 沒錯 印尼的咖喱 是受俄蘭人影響的 因為俄蘭 曾經 一段時間 叫做何屬東印度公司 就在印度那裏 就跟葡萄牙人 一起去搞一些香料貿易 所以他們去到印尼 就把咖喱帶到印尼 現在你看到馬來西亞 泰國那些 其實就是咖喱的下集 什麼呢 英國人在印度 管治那段時間之後 很多來來回回的人 就把咖喱帶回到英國 原來英國人以前在咖喱來臨之前 吃的東西是很單一味道的 於是一咖喱去到 嘩 就整行整市 都是咖喱 於是他們就開始想了 咖喱魚 咖喱事件 死火了 我們又沒有印度那些材料 那要怎麼搞呢 英國人你知道 他就想辦法 搶了 搶完之後 他要做一些很方便的東西 於是就有咖喱醬 所以這個做法就是 印度人做咖喱 各家各派又不一樣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咖喱漿 其實就是中合體 還有一個傳說 這個就是坊間傳說 未必信真 但是有些可能性 因為那些士兵上場打仗 就要麻醉他 過往就是用媽啡來麻醉他 沖阿薩阿 咖喱不留 咖喱不留 都是辣的 有麻醉 沒有麻醉成分 沒有麻醉成分 那些帶人去都吃 但我問一下 為什麼印度人會用手吃東西 為什麼呢 他不餐具 英國人統治了那麼久 印度薄餅 施完飯又拿來吃 不過分左手 原來他的飲食習慣有關 因為印度人下層的人 基本上是素食主義者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是吃些豆融 菜融 尤其是他們用咖喱混合之後 用薄餅一起混 你想一下 你混那麼多東西 用餐具行不行 所以我們今次吃到咖喱雞 那些 其實在印度來說 下層的人 如果是低下層的人 吃不到 他們是素食者 因為他們受到宗教 食物食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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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時間差不多 剛才我說的是 吃印度咖喱 去過印度餐廳 我就介紹一兩檔 大家可以去參考 重慶大廈就有很多 當然了 重慶大廈品後複雜 不過他說是Mamber only 不過你這樣走也沒有人理會 其中一個地方 我早兩三年前去吃過 都不錯 在伊麗莎白院 樓下的那間印度會 印度會 路口 那間餐廳 特別是你午餐廳去吃 又是Mamber only 不斷寫 不過你上去 你說是宋先生介紹 Mamber 這樣也可以 那裡都是正宗印度人主義的 那些薄餅 有些脆的 有些不脆的 非常之正的 還有些飯 都是不錯的 價錢都不是很貴 那間餐廳很有歷史價值 很久了 印度人開的 印度人在香港的 那些僑民開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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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挺好的 現在時間關係 所以三年兩月 希望引起大家的興趣 那些 錢卿又想不到 但是他想到 其他問題 如果是有時間的話 就 整個價錢上來 又說多一點 因為錢卿現在博士論文 是說食 所以 香港是未吃 數有研究 那又不可以講研究 那你寫了論文 你不是研究嗎 我們都不懂 不用謙的 我們做傳媒 那個節目 將來的價錢賣得多一點 全部是我們的功勞 那今晚的節目時間 差不多了 希望我們的節目 在2017年之後 繼續節日上升 收聽我們的觀眾朋友 身體健康 多謝 拜拜 多謝